暂停一切活动 我要讲一个故事 大家听好了 准备好手绢 准备好纸巾 准备好毛巾 那时还在大学里 还是个老师厚道的同学 又是胸怀夹志 有时打打酱油 偶尔也做出卧车 有时还觉得人生苦短 那是一个冬秋夜 就是个小说电 这电呢 它被电得成功跌倒 一点不觉得人生苦短 也不无分事急俗 在它面前 还就是胸怀大剑 就感觉到底的影响不够发 可是呢 总感觉它对案不咋地 是不是放弃欧的皮肉肚 偶尔说 你看人家多浪漫 而且说 你看那个男人很威忙 我和憋屈 不是一般的憋屈 是小党的憋屈 直到有一天 我露了一次阵容 对人来看了几百分 叼了两个牙齿 不过 这种再小的撒娇英雄就美了 我只差一回 从此它像变了个人似的 貌似很稳定 貌似很舒适 甚至都不正眼看了 有经验的哥们高雄 他喜欢上你了 是吗 俺咋就一点看不出来呢 盖子们 转眼大学生活要结束了 俺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定要表白 小党你很有前途 就你工作顺利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一定要注意安全 人机关系要处处好 他走了 离开了这个程序 哦 真笨 很笨很活该 一醉解千丑 脑子里一直有他的印子 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俺开始像所有人一样生活 日子过得真快 一年过去了 俺也准备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收拾行囊 这是什么 小破海 你真的好笨 喜欢我的话 中秋节老地方见 小鸭2000年9月8日 俺还是来到了那个小宿店 虽然迟到了一年 他有多么伤心 我们终于走到那一级 可是有一个问题 一直让欧阳 能找小鸭在那里等了一年吗 问他 他就是不说 后来他的好友告诉我 其实小鸭那时候好难过 再次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可是心里总是想不通 想着是不是有句把数记慢了 所以这个中秋又来看看 按满后来的生活 有甜蜜 有缴闹 有战斗 可是妹妹想到那个中秋夜 我们都会不由低谷地把心放平 一起翻看一下小鸭孩的裤衩爱情 所有的人都拥有小鸭孩的裤衩爱情 生活像裤衩一样贴心努力 小鸭孩裤衩爱情 很浪漫 后后到